喂,等一下,那是我的书。 我有个妹妹叫劳拉,她是个有趣的小人。 劳拉喜欢看书,她喜欢看很多的书, 可这会儿有一本书是她的新头堡, 没有什么别的书可以比得了。 一天,劳拉说,查理哥哥,爸爸说了, 他要带我们去图书馆,我们得马上出发, 跑去借到那本甲虫、臭虫和蝴蝶。 甲虫、臭虫和蝴蝶就是劳拉的新头堡。 可是上一回,爸爸就已经替你借过那本书了, 那还是钱。 劳拉立刻说, 可是,查理哥哥,甲虫、臭虫和蝴蝶是特别棒的书, 是我最喜欢的书了, 我真的好想看到它, 就现在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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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。 难道你不知道,甲虫、臭虫和蝴蝶是全世界最最好看的书? 老拉接着说, 你瞧见没,查理哥哥, 这些臭虫有多神经兮兮, 那些蝴蝶简直漂亮得没东西可比, 还有那些甲虫,真够愚蝴蝶。 那只甲虫栽倒在地, 看它的小腿动得多滑稽, 它甚至没法子把脑袋转过来。 我看过那本书了, 劳拉,来吧, 爸爸还在等我们。 查理哥哥,你想想啊, 那么多滑稽的小腿。 在我们去图书馆的路上, 劳拉继续大发议论。 甲虫、臭虫和蝴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本好书, 它既能教你知识特别有趣, 而且从头到尾好笑无比, 而且我绝对绝对要马上就拿到它。 我们走进图书馆的时候, 我不得不提醒它, 嘘,劳拉, 这里可是看书的地方, 我们必须保持安静。 可我找不到我的书了, 怎么办呀,查理哥哥。 你为什么不试试看, 按着顺序去找找, 比如从那一盘字母播打头的书开始找起。 劳拉就开始找了, 不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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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书在哪里? 它想躲到哪里去? 我再次提醒它。 劳拉,安静点。 我一直很安静, 查理哥哥。 噓噓噓噓噓噓ил, 我没出声,可他不见了,我的书不见了。 我又说,劳拉,安静点儿。 可是,查理哥哥,我的书丢了,他完完全全没影儿了。 劳拉,别忘了,这里是图书馆,书肯定是被什么人借走了。 可是,甲虫虫虫和蝴蝶是我的书。 图书馆可不是你一个人的,别人当然也有要看看你的书的时候。 可他们不能那么干,那是我的书。 我只好说,劳拉,你想想看,这里还有成百上千本各种各样的书,都躺在这个图书馆里等着你来挑。 这里有侦探的书,恐龙的书,冒险的书,幽灵的书,还有关于公主的,关于太空人的书,还有关于城堡的,关于魔兽的, 关于火山的书,怪兽的书,高山的书,小精灵的书,还有关于罗马的书。 我说,对了,关于罗马的书,这本书可以教给你所有关于罗马王朝的知识。 比如,罗马人是怎么修起长长的公路,又是怎么驾驶战车,挥舞着宝剑去作战。 我才不要看这么多的长篇大书,查理哥哥,我的书里面有好多图画,那看起来才叫好玩。 我说,那好吧,劳拉,让我们找一找,有没有什么图画多,字又少的书。 你看这本怎么样,一本百科全书,这里有上万张图片,还有好多典故,你可以从这里学到所有的知识。 瞧瞧,这一页说的全是直升机。 这也太让人头大了,查理哥哥,我真讨厌这些傻傻全书,又大又沉的破书。 你要知道,查理哥哥,我绝对肯定,甲虫虫虫和蝴蝶,要比这些书精彩一万多倍。 你也许说的没错,劳拉,可我觉得,你还是该看一看这本,这可是一本立体书啊。 书里面飘着幽花雨,是挺神奇的,可是查理哥哥,他一点也不有趣。 老拉接着又说,甲虫虫虫和蝴蝶才叫真的有趣,我每次看他都忍不住笑啊,笑啊,笑啊。 那么,你喜欢的就是动物书了,一本书,有图画,有故事,没几个字,还有一堆动物让你笑得要死。 没错。 那这本怎么样,劳拉,这本是猎豹和黑猩猩。 这里面有没有甲虫,臭虫和蝴蝶? 没有,可这里面有猎豹和黑猩猩,你就看一眼再说吧,劳拉,行不行? 好吧,好吧,查理哥哥,我会看看的,可他肯定不会好看得像。 甲虫虫虫和蝴蝶! 哦,不,查理哥哥,你瞧,那个女孩子拿走了我的书,我想他肯定不知道那是我的书。 哦,不,等一下,那是我的,那是我的。 我刚好和我书里的甲虫一样了,查理哥哥。 劳拉叫着,我要我的书,查理哥哥。 可你刚说过,你会看一眼猎豹和黑猩猩。 好吧,我就看一眼吧。 可这本书肯定不会好看得像甲虫、臭虫和蝴蝶一样。 可没一会儿,劳拉就说。 哦,瞧瞧这个,猎豹跑得那么快啊,黑猩猩太会恶狗了。 说真的,你猜怎么着,查理哥哥。 这本书可能是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的,绝顶好书了。 它好玩得不得了,可爱得不得了。 你瞧,这图画多棒,别的书根本比不了。 还有这个猩猩小宝宝,看它多好笑。